我留学回来后 我的竹马成了人们口中那个手带佛珠的金圈佛子 我以为他看破红尘 自觉收起自己的小心思 可家长有意撮合 想要我俩联姻 我拒绝那晚 他攥着我手腕气得发抖 去他妈的金圈佛子 这佛珠是你16岁那年给我求的平安符 挡了我这么多桃花 岁岁 你不该负责吗 1 固成周火了 因为一段采访中 他手腕上的那串佛珠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准备毕业答辩 紧张地刷视频软件 让自己放松 刷到固成周时 我把视频放大 看了几秒才确认 视频中 固成周双腿 插开散漫的坐着 主持人问问题时 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手指轻轻抹扎着那串佛珠 镜头还给了特写 最上面那颗木珠 已经有些磨损痕迹 要结束时 主持人问道 我看固总对这串佛珠爱不释手 是有什么寓意吗 固成周笑笑没说话 装高冷 我轻哼一声 切换软件给他发消息 不是吧 不是吧 现在为了宣传游戏 都开始立人设了吗 固成周很快回 我把那条视频保存下来 发给他 难道说你真的看破红尘 这辈子和代码相亲相爱了 嘖嘖嘖 得多爱啊 珠子都磨掉漆了 不是我说 你这手串质量不咋地 都总裁了 别这么扣吧 固成周 你还是先操心 你自己的毕业答辩吧 杀人诛星 原本因为八卦放松下来的心情 瞬间又紧张了起来 嗯 说到固成周 固成周如今可是今非昔比 他从大学开始创办了游戏公司 今年正式上市 他的身价蹭蹭的涨 将以念着营销号的说辞 语气认真 我不以为意才过去一年 他能有多大变化 上节目自然要立点人设 很正常 我印象里 他还是那个有点小帅 但天天只知道敲代码的理工男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网友爱看啊 你知道他们把它叫做什么吗 什么 金圈佛子 就是小说里描写的那种 手带佛珠不染凡尘的金圈佛子类型 江宇 嗯 我没忍住笑出声 三 我和顾成周从小一起长大 从小到大 他聪明明立 不仅说话会讨大人开心 学习上也是名列前茅 我爸妈没少在我面前夸我 所以我一直看他不顺眼 直到高考前 我爸妈看着我仇人的成绩 把我和作业打包送到顾成周家 想让他教我学习 我那个时候格外失睡 记性还不好 每次他讲数学题 我都昏昏欲睡 在我马上就要进入梦乡前 他会用笔帽敲敲我的脑袋 听懂了吗 我猛然惊醒 胡伦点头 他强忍着笑 那你给我讲一遍 我承诺几秒 有些心虚的抬头看他 他就会轻叹口气 给我重新讲一遍 在他的帮助下 我确实在国内读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 学着重规重矩的商科 直到顾成周开始创业 想要创办自己的游戏公司开始 每次回家 我妈妈都会在我耳边念叨 跨顾成周的好 我受不了了 本以为在国外会很轻松 能过上环游世界的美好生活 结果就是 听不懂语言做不完的作业 还有难吃到死的饭 他妈的 是谁说去国外读书 是水朔呀 这朔到底谁在水呀 我崩溃 江雨听说后 打跨洋电话安慰我 坚持住 两岁同学 等你回来你就可以继承家产了 我当时刚刚熬了的大业 做完导师交代的任务 有气无力的说 那我也得有命继承 那顾成周呢 他语气暧昧 你不想追上他的步伐了 江雨很懂我 我努力学习 除了对顾成周的不服气外 也有对他的喜欢 我想变得优秀 能配得上他 结果谁承想 他这直接戴上了佛珠 远离红尘 四 回国那天 一出机场 就看到了不远处的顾成周 仅仅一年不见 他变了很多 之前带着稚气的少年气 消失殆尽 雪而带之的是 沉稳淡然 穿着和身的西装高顶 带着一丝上位者的压迫感 让我心跳得更快了 我推着箱子过去 他自然接过 怎么是你来接我 我记得没告诉他 我的航班信息 问江雨的 他语气坦然 毕竟某人气性大 因为我说了一句话 不高兴了 我这不是来将功赎罪 我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 前两天他说我毕业答辩的事 那会我正紧张 没回他 后来干脆就忘了 他以为我在生气 我傲娇地看了他一眼 一低头 就在他的腕骨上 看到了那串佛珠 怎么之前没见过你有这个 我眨眨眼 所以真看破红尘了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 反倒把问题抛给我 你觉得呢 我怎么知道 我和他对视 却从他眼里看到了无奈 我朝他笑笑 插开话题 我听说你最近公司上市 不错吗 他嘴角上扬 相比于你 那我肯定是不错的 只听他接着说 我听叔叔阿姨说 你在国外这一年 险些毕不了业 国外的硕士研究生 一年读完 如果是你 你也会过得很艰难 我不服气地说 他云淡风轻 我毕业直接开公司了 单提奶一虎是吧 拳头硬了 顾承舟 你不嘲讽我会死啊 我捶了他一拳 你自己走吧 我打车回去 别啊 他用手臂须须还住我 我错了 大小街 他一点没变 和之前一样欠奏 什么金圈佛子 看破红尘 都是人设吧 五 我回国 爸妈约了要好的亲戚来吃饭 顾承舟和我从小一起长大 两家关系一直不错 饭桌上 顾承舟侃侃而谈 上能和我爸谈商业 下能和我妈聊美妆 这碎碎也留学回来了 我看他们两个的婚事 也要提上日程了 婚事 什么婚事 我有些懵 可顾承舟却一脸淡定 是啊 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好得很 我们就先挑个日子定个婚 怎么样 我妈妈附和 我彻底懵了 他们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到底进行了什么秘密交易 顾承舟对此也没有任何意义 刚想点头 我就开口打断了他 不行 这下 饭桌上的人骑刷刷看向我 尤其是顾承舟 他狭长的桃花眼 透露出的情绪 看上去有些不悦 气氛有些僵 碎碎 怎么了 你之前不是最喜欢陈舟哥哥了吗 顾承舟他妈妈 语气温和地问我 就是啊 你之前还非要吵着 要嫁给他了 那好像是我幼儿园的时候 说过的话了 桌上的亲戚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回忆当初 小时候过家家说的话 能当真吗 我在心里常常叹了口气 是这样的 我倾咳一声 打断他们继续追忆 谁在我小时候报告我这个话题 我刚回国 还没有正经工作 再加上我和顾承舟都忙 联系也不多 我觉得还是先相处看看 桌上再次陷入沉默的状况 我默不作声地咽了下口水 若若开口 行吗 可以 顾叔叔一锤定音 他们两个都不是小孩了 先相处看看 如果真的觉得不合适 也没必要非要把两个孩子绑在一起 他紧接着话锋一转 不过碎碎你这刚回国 有什么职业规划吗 还没有 那正好 陈舟的公司不是刚上市吗 正缺人呢 顾叔叔大手一挥 和我爸直接安排到 就让碎碎去他公司锻炼锻炼 将来也好经你的班 对对对 正好趁这个机会你们多沟通 加深感情 这个决定获得了家长人的一致好评 6 很好 这桩美式除了当事人以外都同意了 吃完饭 我去洗手间补妆 发现顾沉舟等在外面 双手插兜 微微低着头 倒是真有那种被人狠狠伤过心后 风心所爱的霸总模样了 你怎么还没回去 他抬眸 恢复之前散漫的样子 淡定达到 送你回家 不是吧 我以气调笑 都拒绝和你联姻了 还这么尽心尽力 他轻责一声 那我走了 别别别 顾总愿意送我 我荣幸之至 路上 我忙着捣过他的车在音乐 一边弄一边吐槽 你这都是什么个蛋 他勾唇笑了下 随意说 那你看着 给我换几手 舒缓的音乐缓缓响起 车子也因为红灯停在了斑马线前 一时无话 我默默数着秒数 这红灯时间未免太长 今天我爸妈提的联姻的事 你别放在心上 我主动开口 他们就是 看你太优秀了 几秒后 他微微音哑的声音中 带着几分落寞 不放在心上 嗯 我可不想早早结婚 失去自由 相夫教子 他说得笑了 哪有这么夸张 和我结婚 我不会限制你 你可以和现在一样 做任何事情 少来了 我瞥了他一眼 你刚刚被网友 封为现实版金圈佛子 结果一转头就爆出婚讯 不得被骂死 到时候连我都得被人肉出来 金圈佛子 故沉舟眉头紧皱 面路不解 我惊讶地挑了下眉 你不知道 七 他没说话 缓缓启动了汽车 低调的兵力驶入夜色 到家后 我没急着下车 而是打开抖音 搜索他的词条 下面溢水的营销号 我随便点开一个的评论区 给他看 你看 你公司上市受邀的那段采访视频 被放到网上爆火 大家都因为你手上 带的这串佛珠 称呼你为现实版的金圈佛子 他不动声色地画着评论区 眉头越皱越深 在他没能变成一个小老头之前 我成功从他手中抢过手机 要看哪里自己手机看 我解开安全带 我回去了 刚要抬手打开车门 另只手腕却突然被攥住了 我惊讶地转头看他 却发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你信这个 我拿不准他的态度 也还好吧 梁碎 他嗓音低沉 屈指敲了敲我的脑袋 我有时候真想敲开你的脑袋 看看里面都装了点什么东西 不就看了个热闹 金圈少爷都喜欢带个佛珠 你又偏偏这么典型 大家这么喊你也就是玩玩梗 很快热度就没了 他却出乎意料地抱了粗口 去他妈的金圈佛子 这串佛珠 是你16岁那年 去山上给我求的平安符 我彻底懵了 瞪大眼睛看他 他扯着嘴角笑了笑 语气笃定 我就知道你不记得 那你还真是了解我 我尴尬的笑笑 都过去五六年了 不记得也正常 对吧 对个鬼 他越说越生气 两岁 这样的佛珠 你只给过我一串 你为什么不记得 不是 咱俩从小到大 互送过多少次礼物 哪能每一样都记得 他倒打一耙的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他看我不说话 继续加大火力 这佛珠挡了我这么多桃花 岁岁 你难道不应该负责吗 你真是不讲道理 我沉默半上 试图提亲关系 就算这个佛珠 是我给你的 又不是我让你带的 他似是犹豫片刻 再次开口 目光都乘治几分 是 是我想要带 想方设法塞个种各样的人 我想让他们知道 我有喜欢的人 所以重点是你 不是佛珠 碎碎 我不是他们口中的佛子 我愣住了 甚至感觉自己 停了几秒呼吸 等反应过来 发现车顶上的路灯灭了 车厢内陷入黑暗 一片黑暗中 我能清晰地听到 彼此的呼吸声 半晌 我找到自己的声音 所以你喜欢 是 我喜欢你 爸 这天晚上 我梦到了那串佛珠的由来 那是在我独高一那年暑假 我们两家约好一起去爬山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我爬不动了 找了个小亭子休息 这时 发现了另外一条路 好奇心驱使下 我顺着走上去 发现了这座 修建在悬崖边的寺庙 寺庙很小 房屋砖瓦都有了裂痕 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一进门就是正殿 里面有一个在打坐的和尚 衣服穿着也很破旧 身上本来姜黄色的袍子 洗得发白 嘴唇均裂 手上撵着一串佛珠 他和我说 这不是正确上山的路 这条路到这里是死路 我当时年纪小 觉得这些都无所谓 反正是来看风景 你这里反而更与众不同 他笑了笑 从去年这座山 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到现在 来的人中 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 大部分人听说走错路了 会抱怨 毕竟爬山很累 他觉得和我有缘 把他随身携带的佛珠送给了我 后来我重新返回 准备和过程周他们会合适 却发现他在小亭子内 给我打电话 山上信号一般 我也没看手机 他当时着急 我就去买个水的 公分就不见了 你能弄别乱跑 他语气难得有点重 我强撑着脸皮 不肯承认自己瞎跑 没有乱跑 我去给你求平安福了 你干嘛这样说我 他看着这串佛珠 瞬间掩齐息鼓 当时觉得心虚 没多久就忘了 却没想到 顾成周把他当作宝贝 我还说这珠子成色不好 天呐 救命 我到底在干什么 九 那天晚上的突然告白 我到现在都没消化掉 不知道怎么回应 躲了顾成周几天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 我推脱不过 收拾好自己回老宅 一进门 就闻到了熟悉的玫瑰花香 我妈妈钟爱玫瑰 当初买下这个房子时 就找花匠设计了这个小花园 正是玫瑰绽放的季节 花香扑鼻 碎碎回来了 我刚学了一种新菜品 正好你尝尝怎么样 我妈妈把盘子放我面前 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垂眸看着这盘 色香味俱全的可乐鸡翅 壮丝无意地问 我爸呢 我妈笑着的表情 有一瞬间的停滞 紧接着恢复自然 你爸加班 我抬头看着我妈 没说话 我妈笑容维持不下去 神色有些尴尬 又去找那个女人了 我妈抿了抿嘴 默认了 我轻叹口气 有些无奈 妈您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为了我爸学做菜 做您不喜欢的事情 我妈承诺几秒 碎碎 可我只能做这些 我爸和我妈 就是传统的商业联姻 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长大 我妈妈从小被当做一个 合格的附加千金培养 当他通过婚姻 为家族做出最后的贡献后 他就失去了他自己的价值 从此 别人称呼他 只会是梁太太 他的生活 从此刻开始围绕家庭展开 在发现我爸出轨时 他消化半月 最后选择原谅 明明那么喜欢玫瑰的人 从那时起 再也没收到过 一朵象征爱情的玫瑰 毕竟只要结了婚 双方公司的利益 深深联系在一起 离婚是一件最不划算的事情 再加上有我的存在 所以我妈一直在忍 我感到可悲的同时 又无可奈何 不说我了 我妈打断我的回响 我听陈舟说 你还没去他公司上班 还联系不上你 什么情况 我撇撇嘴 还不是你们在饭桌上 提什么联姻 我顿了下 然后他和我告白了 我妈妈眉眼间泛上喜色 那这不是好事吗 妈妈看你也很喜欢他呀 是 我没避讳 坦然承认 那 可是妈妈 我神色认真 我不想和他结婚 至少我目前不想 为什么 我妈不解 陈舟那么优秀 条件不错 最重要的是 你们互相喜欢 他是很优秀 但是我呢 我自嘲的笑 我天赋一般 努力不足 能和他相当的 就是家庭条件 他现在是喜欢我 但是谁能保证 结婚之后 他会一直喜欢我呢 他遇到足够优秀 更能吸引他的人 我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 在我和他并肩之前 我不会考虑结婚 我想要的感情 永远都是他很好 我也不差 哪怕以后 真的到了要分开的地步 我也不会因为自己 没有生存能力 而使自己很狼狈 因为足够有底气 不会因为任何牵绊妥协 你说的对 我妈她了口气 是妈妈考虑不周 十 我拿起筷子 准备尝尝我妈新做的 可乐鸡翅 我妈突然出声 陈舟 我闻声转头 顾陈舟出现在我视线里 你怎么来了 他穿着一件驼色大衣 搭配黑色的内搭 整个人的气质 相较于前两天 有了很大的松弛感 但眼下却微微泛轻 最近像是没休息好 他动作自然地坐下 阿姨说 让我来家里吃饭 这不是陈舟 和我说联系不上你 我说你今天回家 就喊他一起过来 确实联系不上 从上次晚上 突然告白后 我就把他的消息 免打扰了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 所以一句没回 你们聊 我去看看那个汤 我妈迅速离开 把空间留给我们 什么时候来的 他烧炖 刚来 哦 那就没听到我之前的话 我悄悄松了口气 他语气犹豫 发微信怎么没回 我嘟了嘟嘴 有些不满 还不是因为你那天突然 我那天只是解释一下谣言 我愣了 啊 你不是觉得我带佛珠 就是什么金圈佛子吗 我澄清一下 不算告白 他解释 你不用纠结这个 没有让你一定要回应我 他这几句话 让我这两天准备好的 一肚子复稿彻底作废 我危症 有些尴尬 还是说你不回微信 其实是想逃避工作 他语气恢复散漫 熟悉的欠揍模样又来了 我轻泽一声 默默握紧拳头 怎么可能 我答应了就一定会去的 好 他不以为意 那我明天让你入职 你敢来吗 怎么不敢 行 他干脆利落 明天八点去公司报道 我安排人士和你交接 妈的 激将法 又被拿捏了 十一 但顾成周在工作上 并没给我任何特权 把我安排了总裁助理的职位 每天带着我参加各种会议 我原本存的那点不自在 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下 彻底消失殆尽 这天快下班 顾成周打来内线电话 一会有个视频会议 你可以听一听 他话稍顿 大概一个半小时 好的顾总 挂断电话 我深深叹了口气 顾总又让你旁听 旁边工位的林书问 我点头 不愧是关系户 他说话毫不掩饰 嘲讽意味拉满 能让顾总手把手带你 我皱了皱眉 有些不适 顾成周原来有两个助理 林书负责他的日常行程安排 听说咖啡做得不错 销量负责业务对接 向各个部门传达总裁意向 你说的对 我懒得和他争辩 他说的也没问题 我确实是关系户 他漫不经心 瞥我一眼 不过有没有那个本事 就不一定了 你知道你经手的这个项目 如果谈成 咱们下一季度的 新游戏启动资金就有了 他话锋一转 但如果你搞砸了 我握着鼠标的手 用力捏了下 忍不了了 我微微笑 但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什么 不管我会不会搞砸 这都是顾总准备 交给我的任务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我 我语气淡定 看着他越来越差的脸色 心情稍稍好了点 我知道我空降来你不服 但没用 不服憋着 你 他深呼吸几次 你竟然这么和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挑了挑眉 不知道 我是顾总指定要留下的 他离不开我的 因为他只喝我做的咖啡 他越说越得意 只要我在顾总面前 随便说点什么 你就别想干了 哇哦 我依旧淡定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不知道的 以为你是老板娘呢 还是说 我顿了下 你把自己当老板娘 他被戳中了心思 尝出几口气 最后憋得脸色通红 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最后恼羞成怒 拿起包包 转身下班了 一旁的销亮轻叹口气 你没必要惹他 我不以为意 他怎么了 顾总确实对他不错 他把椅子转过来 他当初能留下 确实是顾总亲自去和人事说的 我没说话 示意他接着说 我是顾总学弟 毕业后来他公司上班 除了他们说过的 他的小亲妹 确实对林叔很特别 是吗 所以以后还是少惹他吧 销亮也是出于好心 可在我这里 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我从未想过 顾成周对我的好友一天 转移到别人身上 不会是什么反应 十二 本来这件事 就让我思绪混乱 进会议后 全程英文 加上二口的学术词汇 让我焦头烂额 我英语口语和听力都不错 基本沟通都没问题 但是夹杂很多游戏方面的术语 让我理解稍微有些困难 可顾成周不仅反应迅速 并且能在非母语的情况下 快速衔接思维 灵活谈判 他的发音偏英式 嗓音比平时要低沉一点 意外的好听 虽然顾成周不一定要我做好 但因为林叔的话 我心里多少受了点影响 在会议结束后 没急着下班 而是准备整理一下做个文档 怎么还没下班 我一转头 看到顾成周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到我旁边 低头看我桌上的文档 我飞快抿了下唇 还没说话 就听到他说 没听懂 我心情不佳 闷声跟了下 顾成周看了几分钟我整理的资料 把旁边林叔的椅子拉过来 轮子在地上发出摩擦的声音 在安静的办公室 显得尤为突兀 我教你 不用 我语气谈不上多好 他有些惊讶 那你自己会 我更生气了 瞪他一眼 不会也不让你教 他失效 怎么这么生气 我抿了抿唇 犹豫了片刻 还是遵从本心 谁知道你有没有教过别人 教过 他说 在我发火前 他补充道 在读高中的时候 教过一个笨蛋 我反应了几秒 过成周 我生气的站起身 你才笨蛋 好好好 我是笨蛋 他动作自然拿过我刚打印的项目资料 那让笨蛋讲讲自己的看法 我蹲了一下又坐下了 这一瞬间 时间仿佛回到了高中时 我面对问题苦恼时 地点从他的卧室变成了他的公司 还有的不同点是 他现在没戴眼镜 看向电脑屏幕时 会下意识凑近 他的呼吸人人不断回响 在我耳边和胳膊处的体温 透过他薄薄的衬衫传递给我 让我有些躁 想到他也可能这么教过灵书 更躁了 听明白了吗 熟悉的一句话让我回神 我沉默几秒 没有 他轻笑 呼吸准确无误喷洒在我耳朵上 那就不学了 他轻轻扯了下我胳膊 是不是我给你安排的工作强度太大了 我没说话 他自顾自的猜 你会有场拍卖会 你和我一起去放松下 不去 我语气硬邦邦的 你自己去吧 我要去找江雨喝酒 十三 轻霸灯光昏暗 放着舒缓的音乐 和我这个满身烦恼的人格格不入 我坐下后 愿无表情把桌上新点的那杯酒一饮而尽 什么情况啊 大小姐江雨拦了下 没拦住 你前两天不是还挺开心 说顾承舟和你告白 你还去他公司上班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别提了 我郁闷极了 顾承舟公司有一个女助理 她只喝她一个人磨的咖啡 亲自点名要她给她工作 我掰着手指头数她的罪名 而且另外一个男助理还说 顾承舟确实对她很好 我在公司干的这半个月 基本天天加班 可她每天到点下班 她什么意思啊 一边喜欢我 一边特殊对待其他女人 江雨懵了 替她找借口 不是 万一顾承舟有什么苦衷呢 她 我扯了扯嘴角 你可别给我说什么 因为我出国了 她找了个替身之类的话 江雨 江雨不知道怎么劝我 只能拦着 我不让我喝多 可我酒量很差 基本就是一杯倒 所以没注意到 顾承舟给我打电话 等她过来时 我已经坐在把台 感官不断放大 看着眼前的调酒师 有些晕 看着看着 眼前的人竟然变成了顾承舟的脸 你怎么长得这么像顾承舟 面前的人停滞了下 语气无奈 碎碎 嗯 声音也像 我抬手想要让她变回原来模样 没想到啪的一声 打在了她脸上 你喝多了 她轻叹口气 别闹了 我带你回家 她把我打红抱起 我只觉得一个天旋地转 顾承舟身上熟悉的洗衣液的味道 钻进我鼻腔 等再反应过来 已经到了她家 我仔细辨认完 转身要走 我不进去 顾承舟好脾气地问 为什么 这不是我家 这是我家 你喝得太多了 没人照顾你 我不放心 那我也不进去 我指着门口 谁知道林叔是不是进去过 林叔 她皱起眉 关她什么事 我绷着脸没说话 除了我妈偶尔会来 没人来过 那好吧 我勉为其难进去了 她家做的是开放式厨房 一进门 我就看到了放在那里的咖啡机 我晃晃悠悠走过去 开始抹咖啡豆 可我现在手脚发软 根本磨不动 顾承舟冲了杯蜂蜜水 一转身发现 我在喝几个豆子 大眼瞪小眼 你想喝咖啡 但是你喝醉了 喝点蜂蜜水会比较舒服 咖啡明天我给你做 我摇摇头 不是我喝 她笑了 嗯 我指了指她 是你喝 我 嗯 我认真点头 不许喝凌书做的咖啡 顾承舟终于反应过来 所以你今天不开心 是因为凌书 嗯 没什么不能说的 我坦然承认 顾承舟 凌书很特殊吗 为什么你只喝她做的咖啡 她这么和你说的 我点头 她微微醋眉 显然有些不悦 碎碎 不是她说的那样 她神色也认真起来 凌书是我妈妈之前的学生 我看在我妈面子上留下她 她负责我的日常工作安排 她是我的助理 只有她给我做咖啡 我就喝了 不是只喝她一个人的咖啡 那 那你为什么给她安排工作那么少 我开始难过 我每天都在加班 你不知道我多羡慕她 因为我不喜欢她干涉我的私人生活 所以她其他工作安排做完 就可以回去 她抬头摸摸我的脸 语气宠溺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给你安排那么多工作 嗯 我点头 但你还是对她很特殊 而且她喜欢你 是我疏忽了 她语气带着轻哄 我明天让她办理离职 好不好 好 我毫不犹豫 那这次我姑且原谅你 但不可以有下次了 一定 她说完 反应过来 凑近和我对视 碎碎 你这是在吃醋吗 我眨眨眼 和她对视 误会解开 气氛变得有些暧昧 我下意识吞了吞口水 碎碎 我的眼睛突然被遮住 固沉舟的声音变得有些哑 我不明所以 被眼皮遮盖着的眼球轻轻转了转 感受她微凉的指尖 别这么看我 我把她的手拿下来 是 我是吃醋了 她身形僵了片刻 猴姐滚了滚 开口却还是哑的 我点起脚尖 就因为腿软下意识朝她扑过去 在她看来 我是在头怀送抱 她连忙伸手揽住我 趁她没反应过来 我借着她的力 吻了下她的嘴角 刚打算退回去 她抱着我的手突然用力 另一只手扣着我的后脑勺 追吻上来 她显然也没接过吻 我们唇齿相碰 青色的不得张法 抱歉 我率先道歉 我不太会 她倾笑 没事 我们以后多练练 十四 这么一闹 醉意消了大半 我坐在沙发上 久违地感受到害羞 所以是和林书吵架 才去喝酒的 我垂着毛子 一只手随意捏着另只手的手指 为什么没想着直接问我 我抬眸看她一眼 我怀疑她是故意的 她见我沉默 没再逼我 而是拉过我的手 让我和她对视 碎碎 她神色认真 我希望你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问我 不要从别人口中了解我 我是因为 我有些艰难地开口 因为林书说得那么笃定 而且我不知道怎么问你 那之前她的网上说 我是金圈佛子也很笃定 到这时候了 都不忘和我呛 我深吸口气 这不一样 那个是开玩笑的 这次这件事 我有什么立场问你 她笑了 那想不想管我 我眸光微动 她是什么意思 我不可能不懂 但是 我摇摇头 你还是先处理好 你自己的事情吧 十五 林书被辞退了 原因是她工作散漫不认真 她冲进来和我理论时 我正因为宿罪 抱着保温杯喝水 你到底耍了什么手段 我轻轻挑眉 我说我老师 你这样的人 就算耍了什么手段勾引顾总 也不配进她家家门 哇 我真是吓死了 我看了一眼走过来的顾成周 扬起下巴问她 顾成周 我进不了你家家门吗 顾成周微微勾唇 在林书惊讶的目光下 说 求之不得 林书眼眶瞬间红了 顾总 你之前明明对我很好的 为什么她来之后 你就要为了她辞退我 顾成周不解 如果我没记错 我已经看在我母亲的面子上 给过你工作的机会 工作时 我并未和你产生任何暧昧 至于她 是我女朋友 你威胁我女朋友 还造谣我们的关系 顾成周停顿了下 我让你主动离职 已经对你很不错了 或许是女朋友三个字 刺痛了她 她死死瞪着我 我朝她笑笑 不好意思 你的老板娘白日梦 做到今天就要结束了 林书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 女朋友 我严肃地看着她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那换个说法 她把头埋在我井窝 碎碎 我能当你男朋友吗 教你管理公司那种 给个名分吧 16 我们的日子仿佛回到了高中 我永远都有学不完的东西 顾成周总是能为我兜底 我们在一起不久 她想要把之前我旁听过的项目 彻底交给我 我想起林书说过的话 有些打退堂鼓 这交给我风险太大了吧 要不你给我先找几个小项目 让我练练手 顾成周拒绝 碎碎 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她神色认真 如果真的出事 还有我 她觉得我既然未来 都是要处理这些大项目的 不如在她能帮到我的时候 多多尝试 凭借着她给我的信任和鼓励 我认真投入进去 这个时候 把我当做顾成周的小助理 已经不合适了 她给我安排了几个 完成过上千万合作的组长 而她自己也开始公开招聘 她招了的男助理 各个方面都很不错 林书听说后 跑到顾家去找顾阿姨 当时正巧 我和顾成周回家 和他们一起吃饭 林书进来时 我正抱着电脑 处理临时发生的一些工作 顾成周端着车梨子 动作自然地为我 顾阿姨还不知道 我和林书的事 笑着介绍我们认识 这是林书 我学生 顾阿姨是一位大学教授 最近闲得无聊 刚刚攻读了心理学的博士 被顾叔叔宠着 念了一辈子的书 没怎么接触过商业圈的耳鱼我诈 这是梁岁 是陈周的女朋友 顾阿姨笑着介绍我 林书瞪大眼睛 显然对于我的出现 惊讶至极 我笑着和她打招呼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顾阿姨坐在我们一旁 陪我们聊天 不知道是不是碰巧 聊的话题大多都是我和顾陈周 他说 他们两个小时候特别调皮 天天跑出去玩 这边别墅区很大 经常找不到 后来他们上学 陈周总是嘴硬心软 天天做笔记到深夜 我那时候还奇怪呢 他明明考了满分 怎么还要分析 结果没两天 我就在岁岁那里 发现了这本笔记 我不知道林书什么想法 但从他越来越苍白的脸色来看 心里一定不会好受就是了 我拿起一个车梨子咬棒 汁水一出来 酸得我眨了眨眼 指着顾陈周对林书说 之前没跟你说过 这是我竹马 林书 要吃饭前 顾阿姨留他吃饭 他摆摆手匆匆离开 离开前 我去送他 他说我命好 我摇摇头 不是我命好 是我从来不好高无远 你有想法是对的 但要切合实际 饭桌上 顾陈周壮丝无意地问顾阿姨 知不知道林书是来干什么的 顾阿姨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 你妈是老了 不是瞎了 自己的事情处理不好 还要当妈的帮你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十七 我跟进这个项目小半年 最后终于尘埃落定 圆满完成 中间也参与了 大大小小不少项目 和不同年纪阅历的人打交道 收获颇多 完成那天 我们组设庆功宴 我拗不过 过去喝了两杯 找机会溜了出来 顾陈周等在楼下 来了怎么不进去 怕他们不自在 顾陈周俯身秀了秀 不是说不喝酒 我咧嘴笑了 大家忙了半年 这不是都开心吗 那接下来 男朋友带你去庆祝 我很快有了困意 再醒过来 是在上山 这 这是要去哪 我惊讶地看着周遭的景色 有些懵 醒了 他目视前方 听说今晚有极光 怎么可能 我想都不想反驳道 看极光得去北极 这是北京 顾陈周笑了笑 试试吧 万一呢 就为了这万分之一的盖人 我俩在山顶等着 如果等到了就转了 等不到就等着看日出 一样的 我话音未落 只见天边出现了一条线 紧接着越来越明显 竟然真的是极光 碎碎 你看 顾陈周难掩激动 极光都在庆祝你的成功 在一片风声中 我抵在车门上 和他接了一个安静细腻的吻 正吻完 翻外 一 两年后 我爸在一年前查出肺癌 在第一次进行手术前 我正式接手公司 他长期化疗 头发已经掉光 整个人瘦骨临寻 他把他的小情儿藏到美国 让我妈妈每天忙前忙后的照顾 我看不下去 让我妈妈看了那个女人 在美国的精致生活 您确定要一辈子 这么蹉跎在这里吗 我站在花圃外 对着正在浇花的母亲说 我爸没多少时间了 我妈妈思考几天 最终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远赴欧洲疗养 嗯 顾陈周的新款游戏上线 里面有一个可爱的女孩 NPC在卖堂 赢得大家喜爱 顾陈周再次做到了采访的位置 还是之前那个主持人 问起灵感来源 她笑着说 是我女朋友 她小时候就是这么可爱 主持人愣了下 是根据照片建模的吗 不是 顾陈周嘴角扬着笑 我心里都记得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注意到顾总今天没带佛珠 主持人眼尖 是因为你女朋友 让您觉得人世间有真爱吗 顾陈周摇了摇头 不是 之前带佛珠是为了独私人 现在最好的人已经在身边了 现场一片惊呼 主持人看大家反馈 再次抓住机会 青梅竹马忠诚眷侣 也是很期待两位的结婚好消息 她还没同意 顾陈周说 我继续努力 因为父母的感情 我依旧恐惧婚姻 但有顾陈周在不断治愈我 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 全轮完